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十一集 司马辉有时候会想 运气这种东西 往往有几分女人的气质 你越是想要得到她的时候 她就离你越远 然而当你已经对她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时候 她反倒有可能自己找上门来 如今的情景 恰好是印证了这个想法 当免贡拥击队溃散之后 司马辉等幸存者决定冒险穿越野人山返回中国 虽然明知这是条毫无生存几率的死亡之路 但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前走下去 可就当众人已经放弃一切的希望的时候 卡尔维克却为他们指出了一条隐秘异常的军事公路 司马辉知道此事牵扯极深 他怎敢轻易相信 他让阿翠仔细地问卡尔维克 这本笔记和虎头徽章究竟是从何得来 自己则以罗大海二人逐页地翻看笔记本 想要从中找到答案 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 司马辉终于大致搞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在野人山腹底隐藏着一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中美双方联手修筑的战略公路 以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命名 历史上称其为史迪威公路 这条史迪威公路全长一千多公里 贯穿了印度缅甸云南贵州与滇缅公路相接 途中所经之地多是喜马拉雅山脉的渔脉 高山峡谷众多 是地球上地形最为复杂最为崎岖的区域 大地仿佛在这里突然隆起了无数褶皱 有些地方的落差甚至达到了三四千米 当年有一张文明于世的战地新闻摄影照片 是一对美智运输卡车盘旋在陡峭的山间公路上 缓缓进行 那条狭窄的公路险峻异异常 竟在短短数公里的距离之内 接连出现了几十道急转弯 另有一张不见卡车 只见崎岖盘旋的照片 取的都是同一场景 这段著名的二十四道拐 也是史迪威公路的其中一段 在修筑这条公路的时候 战况也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美军的圆滑航空队 驾驶着运输机不间断地往返于驼峰航线之间 但是空军运输机承载容量毕竟有限 假设这条航线的飞行条件格外恶劣 不断地有飞机坠毁 损失很大 仅凭空中通道 难以完全支撑整个中国战场日益庞大的物资需求 所以军方决定在原始森林中打通一条公路 那时候的缅甸已经被日军占领 中美工程兵为了完成这一任务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们风商堪道 玉水搭桥 修筑公路的同时 又要不断地与日军激战 每一段公路的路段上都会有人牺牲 可以说这条崎岖陡峭的公路 完全是用军人宝贵的生命铺久而成的 鲜为人知的是 史迪威公路并非只是唯一的一条公路 除了当时所称的南段和北段的两条主要路线之外 途中也出现了若干分支 多是因为地质结构复杂和地燃环境过于恶劣的原因 修到一半就被迫改进 放道 所以在蜿蜒曲折的史迪威公路沿线 会出现许多废弃的支插路段 其中最长的一条废弃路线出现在缅北野人山 当时的中美联合工程兵部队 在深山密林之中 找到了一条英勉战争时期遗留的废久公路 早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时代 法国人把自己治下的粤简辽三国统称为印度支那 缅甸则是英国殖民队 而在缅北的深山密林中 有一片始终没有归属的区域 英法双方都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修筑公路铁路 都妄图将这片区域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在野人山遇到的危险和困难 大大超出了预期 死了不少人始终没有完工 各方面对于在野人山里遇到的恐怖事件 也向来逆而不选 在缅甸一座寺庙中 藏有一卷来历不明的古老地图 图中描绘着野人山里的巷门 地名称为巷门 实则是条很深的山谷 谷中环境阴冷潮湿 非常适合缅甸莽的栖身之所 据说山谷中是野象群埋谷之地 虽然旧事遗迹早都荡然无存 但修筑史迪维公路之事 美军工程师还是参考了这幅古图 依照山脉的走势 将公路修得蜿蜒如蛇 并希望打通英军遗留下来的废弃路段 如此一来便可以节约许多力气 又能够将野人山天折贯穿连通 最后却也未能如愿 使得这段位于缅北山区 死角沉寂地带的公路 渐渐被世人所遗忘 终于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幽灵公路 再也没有人能够知道它的确切位置 当时为了有效地协调中美双方的军事行动 中国部队有许多曾在印度 接受过美国教官的轮训 又懂得英语的中下级军官 被分别抽调出来编入美军 其中有位姓徐的少尉 名叫徐平安 他就被派遣到美军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 并且跟随这支部队担任 修筑野人山公路的艰巨人物 不幸的是 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负伤 脸部受到了严重的烧伤 毁了容貌 身体上也留下了残疾 伤愈后他不愿返乡 选择留在了缅北 娶了个当地的女子为妻 而徐平安正是卡尔维克的祖父 他把在野人山中的所见所闻 都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但此人去世较早 其后代入乡随俗 又都是在山里土生土长 虽是华裔 却连中国话也不太会说了 由于卡尔维克是华裔 又曾被下铁东救过一命 所以他对免供游击队里的中国人很亲近 觉得自己该跟这些人是亲属 他虽然听不懂司马辉三人 在反复讨论什么 但却是能看得出 这些人是要进入凶险无比的野人山 缅甸有种特别的香料 是在林中挖出老树的树根 作为烧烟子的原料 再用细磨慢慢磨碎才能制成 野人山有许多生长了千百年的古树 徐平安熟悉山里的地形 并且掌握着各段公路的分布情况 所以他常能到山里去挖掘树根 炙饭香料 或是在断崖汉山之处采掘草药 来以维持日常生计 卡罗维卡也曾跟家人数次进山采药 能够认得路径 如今时隔多年 旧时修筑的军用运输公路 早都被泥土和植被覆盖 又有大段区域或被坍塌的山体掩埋 除了卡罗维卡之外 旁人很难找到掩藏在地下的原木路基 徐平安的笔记中 虽然没有画出地图 但是通过文字 详细地描述了野人山里的地形 这片山脉东西长而南北斩 走势自西北偏向东南 当中的地形最为崎岖复杂 植物茂密 地下摇枯极多 雾气浓重 几年累月的不散 史迪威公路从南而北 迂回至野人山地区 开始呈Y字形分布 中间有个分支 右侧标注为719A路线 左侧是206B路线 被美军统称为幽灵公路 A路线绕经野人山右侧的边缘地带 虽然曲折漫长 但相对而言是较为安全的一段 而B段公路 则是利用了许多天然洞窟 打通隧道穿山而过 是前往中缅国境线直线距离 最近的一条路 可是这条幽灵公路 B线所经过的区域 却是整个野人山最为恐怖的地带 修筑公路隧道的时候 发现野人山腹地的大部分洞窟 岩缝中都有白茫茫的浓雾涌出 进去侦查的人一个也没回来 随着工程的逐渐深入 美军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 有越来越多的人员在此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对于地底出现的浓雾 至少有三种说法 还早在殖民地时期 曾有一位英国探险家 提出这是仗力之气的观点 推测那雾中含有剧毒物质 已经吸入就会造成心脏麻痹 但后来经过勘验 已经排除了这一说法 还有一说 是俗传在巷门深处 栖息着一条黑色巨蟒 当地人称之为长蛇 民间多为败其为先 约有树里之长 吐纳云雾 凡是人畜经过附近 便会被吸入蟒腹 并说从云雾中流出来的溪水 都会汤过鸡尸如山的白骨 其中浸透了蟒蛇的毒咸 绝对不能引用 关于地底有巨蟒 吞云吐雾之说 许多人都相信是真的 不过你要问有谁亲眼见过 则都是连连摇头 但随后又会对着佛祖发誓 说确实有人曾在野山里见过这些 说来说去 到头来倒是难辨真伪 所以很难指望从本地人口中 探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更有人说 古时候的土人 为了保守野人山里隐藏的秘密 在水源处设下了谷 终者万难解救 绝无生理 总之提起这座野人山 真是让人见者不寒而栗 闻者谈之色变 他仿佛是一个可以吞噬一切生命的恶魔 笼罩在旗上的种种离奇传说 只如那萦绕在群山之间的重重迷雾 面目模糊诡异 令人望而生畏 难以捉摸 美军工程团修筑的B线公路 中英施工的阻碍巨大 被迫半途而飞 从野人山西侧迂回的A线 虽然最后也未能彻底贯通 但可以从相对安全的区域绕过野人山 预计需要十几天的行程 卡罗维克 曾多次跟他祖父进山 使得那些地雷密集的区域 所以才要跟随同行 他想指明幽灵公路A线 把众人带到缅北三角区附近 那里已经距离国境先不远了 司马辉心下颇为感动 心想 这些年音讯隔绝 只凭道庭图说 也不清楚国内的情况具体是怎么样了 但我们这伙人当年都是潜逃出来的 如今更是败兵之将 英勇不佳 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 可以来为当年的行为开脱 倘若侥幸有命回去 能不被安个投敌叛国的罪名 已经是痴心妄想的奇迹了 即便不被枪毙 恐怕也得在牢狱中把牢底坐穿 而至于卡罗维克这小子 自然是无法将他带到中国 最好的结果是离开野人山之后 能让他到寺庙里出家为僧 接着当个和尚 安安稳稳地过上一室 但同时他也知道 卡罗维克留在缅甸最终的下场 肯定躲不过逮捕 唯有死路一条 只不过这个结局太过残酷 他不忍去想而已 阿翠联系地摸了摸卡罗维克半途的脑袋等 这孩子的心真好 说着又瞪了罗大海一眼 似乎在埋怨他先前总对卡罗维克发脾气 罗大舌头布面也有些尴尬 他为人行迹粗略 并不善于流露真实情感 别看平时话多 到这时候词儿却少了 只好硬装成一副 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模样 大大咧咧地对卡罗维克说 想不到你这小贼徒还是个果敢 今天就他妈送我罗大海 前你一回 罗大海很清楚 司马辉很清楚罗大海虽然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已然表明他愿意替卡罗维克死上一回 但是不知为什么 在旁边听了这些话之后 司马辉有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涌上心头 他总觉得此去凶多吉少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好的预感 暗想还不如留在原始丛林中当个野人算了 与其回去送死 何不藏于深山讨光养晦呢 可阿翠与罗大海都是私相心切 催促着司马辉赶紧动身 现在是越往北走越安全 否则等热带风团浮屠一到 再想走可就走不成了 司马辉只好振作精神 跟着那三人朝西面的山剑下走去 由于地形高低错落 在深山密林中的直线距离 看起来虽然很近 走起来却是格外的艰难漫长 一路穿山越岭 行到了天意黄昏 还是没有抵达那幽灵公路A线 四人身边没有携带半点粮食 在山中走了多时 腹中饥饿难忍 只好捉了两条草莽果腹 奈何僧多粥少 记不得什么事 罗大海无意间抬头一看 发现在一株老树上 骑着一只不知名目的野鸟 那野鸟生得翠雨蓝铃 好生鲜艳 看体型着实不小 提脚起来 声音简直就像在敲打空竹筒 原始丛林中的鸟类最多 大部分都是奇形怪状 它们一般不怕人 因为大概是从来也没见过人 还以为人跟猴子差不多 看到有人经过 就呆愣愣地冲着你叫 罗大舌头心想 此地入山一身 即便枪声再大也无需担心引来敌人 他用力吞了吞口水 举起了英国灶 把三点对成一线 瞄准扣下半斤 随着一声枪响 砰 老树上的野鸟应声而落 枪声同时惊起了成群的林珠宿鸟 它们徘徊在密林上盘旋悲鸣 久久不散 涂徊